這邊看到一個游 哇 這精銳 這真的叫做射他滿臉 55發 每一發打在他身上 我超開心 遊戲可以是專業認真玩 也可以歡樂趣味玩 此片嘗試幫大家找出更有趣的玩法 發現遊戲的另一種樣貌 也請大家以娛樂眼光看待就好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翠翠 那我上部金娜打野的影片 有預告說下一部影片就是卡莉打野啦 那今天就為大家帶來卡莉打野 我們家的輔助艾瑞呢 是我同學 這邊是她的Youtube頻道喔 叫做姊妹Jenista 請大家多多追蹤她 她是一個只玩打野的女神 超猛的 那一開始呢 打野的畫面非常無聊 我就用快轉兩倍速度幫大家帶過 這邊我們家的輔助跟射手 是率先去對面紅區繁野 可是弗洛倫是選擇先清完 她那波兵上兩等再去支援 然後我們隊友兩個是時光 所以射手就有點生氣 那沒關係 我這邊先打完這隻小野怪之後呢 四等 剛好四等買了 第二把打野刀 喔不對 是小副打野刀 然後去中路支援 這邊看到圖倫交一個位移之後 大招直接射她滿臉 搭配隊友的傷害 凡恩最後的一個普攻成功 帶掉圖倫的手術 妳有九成都射我來了 欸沒有 我看得很清楚 妳哪有射她滿臉 你走開 大招好 好 這個可以嗎 接著呢 我們就來上路支援 我就繼續吃古龍啦 因為我想說 瑪迦他現在 他現在可能有大招 所以我不太想去打他 接著 接著剛剛就那邊轉來轉去 就是突然自己BUFF沒有重生 不知道自己要幹嘛的打野 奇怪型打野 接著呢 我吃完藍BUFF 就來中路支援啦 這邊看中一個距離 我的大招是有補上一點傷害的喔 凡恩超英勇的塔莎 那隻圖倫耶 我真的超喜歡這種超充的隊友 就是我很明確的知道他要幹嘛 接著呢 就來看一下 對面的藍區 因為我看到對面莫拉靠他藍 所以我想說開一個大招搶藍看看 哇 結果那隻藍他根本就沒吃啊 只是把他拉走了 我就反而一定覺得 這打野是不是恐鏘 接著呢 就來打一下魔龍 但是這邊好像打魔龍不太安全吼 應該是先去 哇 他們四隻全部來了耶 可是我依然堅持選擇打魔龍耶 堅持型打野 卡莉打野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非常適合去算他的制裁 這邊我們艾瑞一個神榜莫拉 我一個蒲公帶走 超讚 這裡一個直接衝我臉的圖倫 他剛剛應該是不爽被我射 所以現在他就直接貼我臉 然後就死掉了 這邊艾瑞一個精銳的緩速 搭配我的大招 再成功拿掉哥德爾的人頭 這裡我們家葉娜也是超級英勇的耶 直接去斷兵線 我們這波兵線近了 我就選擇先點塔 因為卡莉點塔是蠻不錯的 然後我們的葉娜被兩個人圍毆 輔助是立刻去前面幫他 那葉娜是殘血逃脫 這邊看到一個勇 哇 這精銳 這真的叫做射他滿臉 55發 每一發打在他身上 我超開心 這裡一個莫拉衝過來 喔 艾瑞神榜 艾瑞真的神榜 大家趕快去追蹤他666 這邊載一個哥德爾奇妙的打招進艙 那 喔 不要走不要走 我打了死他 一個普攻哇 欸 我為什麼沒有去幫輔助擋千軍神雷啊 這不是後排玩太多 習慣性逃跑 欸 不好意思啦艾瑞 接著再吃掉我的轟 我覺得卡莉吃轟也不錯耶 是可以在遠距離換人的 這邊 這個隊友的支援速度 我就不說了 200分好嗎 滿分100 200分 接著呢 來上路 看要不要打這個瑪迦一下 欸 又沒有 這個人又選擇去吃古龍 真的是很奇怪耶 隊友三個人在圍毆 瑪迦 阿你選擇吃古龍 我也是看不懂 接著我以為那個瑪迦會直接放他 然後 所以我就限制一下走位 然後沒想到幾乎都空射了 可惡 沒關係 這邊我們上路就是成功推掉對面的 上路愛塔 接著幫大家開兩倍速度快裝 我繼續打藍buff啦 打完藍之後 跟著我們家射手跟輔助向下前進 全部人都發起進攻 因為哥德爾跟圖倫實在站太深啦 直接大招射艾瑞綁到的人 接著再站著活生生射死哥德爾 真的是太爽快了天哪 我想說吃一下魔龍 隊友也是非常快速 欸這個葉娜跟蘭恩我真的要給一個讚 支援很快 這邊進草叢發現一隻 發現一隻莫拉 我好像被他斷大了 那沒有關係 弗洛倫也來支援我 我們就追著莫拉跑 那是成功收掉的莫拉 再來 中路看一下能不能推塔呢 因為對面少了一隻我蠻怕的莫拉 這裡 喔 神艾瑞又綁到了 神綁馬加 直接站著射死 接著就普攻 普攻我普攻人很痛 哇我們家輔助死掉了 殺我同學的還來 人命 成功帶掉圖倫的人童 那中路這邊看一下可不可以點塔呢 這一個大招 哥德爾交了一個治癒 好 大家對面全部都退了 那沒有關係 繼續反他們家野區囉 接著再幫大家快轉一下 我又去打蘭拉 我在訓練場測試過我後期滿裝 一個1技能再一個普攻 大概一秒內蘭就會死欸 超快的天哪 而且卡莉她普攻不是本身就很痛 然後我又出了打野刀 打野刀是技能之後普攻會更痛 還是怎樣 反正就是普攻會變得更痛 這邊我們全部人都在草叢裡面蹲 看到一個莫拉 誤入迷途 艾瑞直接神綁 喔 我直接不演了 站在原地射 哈哈 完全不想走動 艾瑞說新年快樂啦 欸我覺得那個莫拉會不會被她隊友監舉啊 幫莫拉QQ 這邊跟葉娜成功在收掉了圖倫 太歡樂了吧 接著有大招就開大招 直接驅趕對面的勇跟哥德爾 讓我們的凡恩更好去點塔喔 成功帶掉了對面的上路高地塔 就看中路有沒有兵線囉 恩這時候對面基本上都要復活了嘛 我先開一個大招 因為我知道一定會有人從左邊來支援 那喔這個艾瑞真的是神棒 OMG 波拉這場大概就是復活寺廟 又要去泡溫泉的節奏 太快樂了吧 我們配合好好喔 這場真的是 我覺得如果隊友沒有配合那麼好 我卡莉達也基本上會爆掉啦 所以這場是人品加分 幸運也破表 好 接著反掉對面的藍之後呢 應該會開魔龍喔 喔欸 艾瑞快跑喔 擋不到大招 不然艾瑞加了一個1技能 接著我們就來開這條魔龍啦 而且你們看最快支援的都是葉娜跟凡恩喔 他們兩個是路人 所以我真的覺得平常一定有扶著讓你來過馬路 所以幸運值爆表 這邊中路隊友打起來 然後我蹲一下莫拉的位置 這邊看到莫拉一個影子 他一定會回生 回生之後就是送他一套技能 在對方投降之餘收掉這個莫拉啦 天啊這場 欸我是 這場我才錄一次喔 我才錄一次卡莉達也 就錄到了 喔我的天啊 太開心了 那MVP就是我啦 有31.5%的輸出傷害 這邊當然要給全部隊友一個讚 因為他們真的太讚了 8010的詳細數據 那我的裝備呢 也是只出到4個就結束遊戲啦 那如果大家娛樂場一般場的話 可以跟我一起玩玩看沒關係 可是排位場的話 大家還是用正規的打野角去玩 會比較好上分喔 目前在排隊的打野也是 伊夏跟亥牙喔 伊夏呢我是想說 他前期有個夢夢兩個人跟他一起作戰 打野速度是不是會更快呢 那亥牙的話 他本身就是一個 對野怪傷害會降低50%的射手 所以你應該從來沒有看過 有人在傳說戰場當中 拿亥牙去打野吧 那我之後就想要幫大家測試看看 他打野到底會多慢行不行呢 之後想拍的呢 就是屬於武功傷害偏高型的法師 像是金娜 卡莉 穆加爵 貂蠶或是達爾西 那因為穆加爵是蠻多人拍過的 然後達爾西現在又是一個正規的打野角 所以就不考慮這兩隻啦 那金娜跟卡莉都拍完之後 排序第三個應該就是貂蠶打野 之前我也看過有人用圖倫打野也蠻厲害 但圖倫打野好像前期節奏要帶不錯喔 不然後期可能就GG 那今天影片就到此結束囉 你們還有希望我想拍什麼英雄打野呢 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我會讓他們一個一個排隊去打野 那我是翠翠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